3月20日我们做一个A股的盘前分析 昨天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这种调整的性质 昨天我们在收盘的时候已经说了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调整 那么经过了去年的 也就是从长周期上看 不光是去年的下跌 实际从2021年的春节都是下跌周期 实际是跌了三年 在三年就是36个月 36个月它不可能上涨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点 它就第一波上涨就结束了 我们说这个地方上涨不是几天的上涨 也不是几个月的上涨 应该是以年数的上涨 我判断这地方可能会出现两年左右的上涨 低点的性质可应是堪比 2019年1月4号的2440那个位置 2440那个位置上涨第一波涨了800点 那么我们说上涨指数到昨天涨到3009 跟2635涨了455个点 实际第一波的上涨空间呢 判断还没有到位 另外呢 从这波本波上涨以来呢 连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都没有呢 所以说我们至少要等到一个日线的周期调整完之后 然后再上再创新高的时候才能判断为第一波上涨的高点 那么这只是第一波上涨的高点 并不代表全部上涨周期的结束 全部上涨的周期的那上远 所以说这个观点是不变的 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的预测啊 毕竟我们的走势呢 要决定我们的交易 最终的我们以走势的为准 大家去看小周期就可以了 小周期上看呢 大家看一看这个 现在的那个短期多空间呢 已经抬高到了3053附近啊 也就是说理论上呢就刺穿一下3050这个位置 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啊 也就是回到这个整理的区间内吧 然后看看能不能收回去 现在这个低点呢在3020 实际3020呢才是一个风险点位 现在还看不出来大级别高点的这种可能 这是对指数的判断 我们再看一看板块 实际板块在这边走势呢 并不是太重要的 我的策略呢就是说 对于高位的一些东西呢 要采取谨慎之务 那并不是说它不涨 我们说盘整之后可能还有新高呢 是不是 你要能演出这种震荡折磨 那拿着不动 我因为也是不错的策略啊 如果短线交易来讲呢 做一下节奏的把握 但短线交易容易错失行平 有的时候你卖了 不一定能够买得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啊 我们来看一看板块 昨天长得比较好的 有一个养殖 养殖呢就是养鸡 养猪啊畜牧业等等啊 它是一个盘整新高 而且是一个放量的 那么有可能呢就挑战前面的高点去了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所以说昨天呢 养殖这个板块呢 应该是有着一定的交易性的机会 另外我们再看这个煤炭 煤炭呢经过连续调整之后 出现了这种小周期的稳住的动作 但是它是有三分钟级别的低点的 由于短线下跌速度不快 所以说它积累了一定的做空的动能 这样来讲短线可能会整顾一下 但是我们判断短线至少有一个 反弹的那么一个动作 甚至是创新高 那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就完了 是不是 重要的关键点呢 从30分钟看这点的支撑 也就是这就形成了30分钟的低点结构 然后呢看了它的上涨的这种力度啊 白酒呢就这种东西创新高的 那你就得就是谨慎持股 因为它始终运行在这个 从60线下到60线上的这一个上涨 这一个上涨 这是一浪上涨 你也不知道一浪上涨什么时候结束 那只能是被动的持股 那没准哪天调涨就来了 但是它只是一浪上涨 二浪调涨之后还没有上涨呢 你要能挺住就拿着就成本低 拿着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像掩石啊都跟白酒是一样的 像什么军工啊跟白酒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昨天的军工呢 实际军工本轮呢一直力度一点都不强 而且有一种越长越没劲的那什么感 所以说这一浪这个可能进入到整部去呢 已经时间不远了 这样的品种都要多少注意点 你看这个通讯就更加 通讯是本轮呢 最强的品种之一 特别特别的强 那你说这种东西谁知道它一浪什么时候结束啊 也有可能在猛猛的在网上涨几天也是有可能 直接回调也是有可能 只能谨慎的持股 就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 我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就第一步 也不一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是不是找个差不多多少的位置 你就可以了 看几个下跌的啊 昨天跌的比较多的呢 首先是要的方向 要的方向呢 那地方有可能这辆的反弹进入到了日线的整理期 我们说了 进入到日线整理期之后还会有新高呢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整理 对于这种整理的板块呢 我们要找盘口的低点 你觉得这个低点在这 那么再探一探之后 在这个低点上方站住前 就极有可能产生低吸的这么一个动作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另外机器人呢 机器人比工业母机走的还要弱啊 这对于设备更新换代这一块呢 我们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啊 但是昨天的这种走势呢 大家看一看 这种走势是一种天要下雨的黑线组合 但是前两天 机器人说要天要下雨 前两天那个有色板块 出现了这么一个天要下雨的黑线组合 结果呢 反升新高了 涨得还不错呢 昨天出现一定的调整 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辅助那样走势呢 那就不知道 反正呢 出现这样走势呢 你要多少注意点 另外前两天那个煤炭 记不记得 也是出现了这种走势 然后呢 你要不卖 邦邦邦邦邦 五六颗大阴线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啊 技术分析你不能绝对的看待 交易上呢 也没有绝对 我的理由呢 我的原则就是 出现信号就卖 至于涨跌 那就交给市场 一切随缘 没有人能够精准的把握到 就是买了就得跌 买了就得涨 没那个交易 交易无绝对啊 只是说技术分析 只是一个大的概率 最后呢 我们来说说这个证券 证券呢 是我们特别特别 关注的一个板块 但是呢 每次呢 都叫我们失望 是吧 每次买它呢 一涨就跌 跌了之后呢 一卖它就涨 现在这种走势呢 也就是一个 大家看这是绿毛 也是这一浪 这二浪的整顾 整顾之后会创新高 所以说要有这个板块的 你就耐心点就得了 除了耐心也没有别的办法 好了 今天的盘前分析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啊 因为时间关系嘛 是不是 更多的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会儿10点20准时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